我是我们走我们想 Sell of Master 巴伯的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Aye Luya 我们能够再一次 聚集敬拜神是何的美好事情 虽然每个礼拜 我们有不同的挑战 但是我相信 我们只要用一个真诚的心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主都悦难 Amen 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说 今天有你真好 如果你旁边有人 有你真好 再场有些朋友在我们当中 感谢主 那我们知道这个月教会的主题 叫做恢复爱灵魂的心 那我相信这个主题 可能对我们当中很多人 可能都有点抽象 但是我想就像我们刚刚 等一下我们要唱第一首诗歌 叫做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我相信我们要不断地经历的 就是神祂怎么样子爱我们 就像上礼拜 神怎么样对我们的灵魂 是非常的炙热跟火热的 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主的样式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 将主之热的爱 分享到我们身边的人 Amen 我们一起用这首歌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求主 求主赐我 一个怜悯的心 让我所有眼泪 好久我 为世上人哭泣 救主荣华我 这颗刚毅的心 让我所有眼泪 让我所有眼泪 都为你而流 这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呢 求主赐我 一颗柔软的心 好久我 能获出你之意 好久我能获出你之意 为你百姓 苦求共益 主耶稣 怜悯你的百姓 主神灵 打开我眼睛 看到你心意 主耶稣 主耶稣 出我众人的心 出我众人的心 回复我 记住的爱心 不是为我 而是为你百姓 好不好 邀请大家 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把我们的手 放在我们的心上 是不是最近 有很多的忙碌 很多环境的状况 让我们的心 开始冰冷 开始冷烂 今天我们求主 温暖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一颗 怜悯的心 我们再次一起来唱 哈雷路亚 求主赐给我们 求主赐我 一颗怜悯的心 好久我 对世上人哭泣 求主荣华我 这颗刚硬的心 这颗刚硬的心 让我所有眼泪 都为你而留 我们从头再一次说 求主 求主赐我 一颗柔软的心 一颗柔软的心 好久我 能够处理痴 让他成为我们的祷告 求主赐给我 一个分手的礼儀 不再为我自己 不再为我自己 都为你摆起 好吧我们一起 站立起来 我们对主说 主耶稣 念明你的摆起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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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众人的心 回复我 起初的爱情 不是为我 而是为你摆起 好吧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让这首的歌词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怜悯的心 主啊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 耶稣 我们自由的来敬拜打 耶稣 我们需要你 耶稣 好吧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对主耶稣说 主耶稣 怜悯祢的百姓 主圣灵 打开我眼睛 看到祢信仪 主耶稣 触摸众人的心 为父我 记住了爱心 不是为我 而是为祢百姓 为父我 记住了爱心 不是为我 而是为祢百姓 还有让我们可以出一个最大的掌声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我们能够爱 是因为祢先爱我们 主啊 谢谢祢 求祢帮助我们不再自私 主啊 不再做一个自私的人 主啊 让我们领受祢的爱 我们就分享祢的爱 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相信主要我们领受的不只是祂的爱 祂要我们分享祂的爱 让我们在分享祂的爱的过程中 更多经历祂 阿们吗 所以点下我们要来唱一首很好听的歌 虽然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诗歌 可能在座的人不一定听过 但是我相信这首诗歌的歌词非常的好 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歌 传给人 我们一起说 一点星星之火 可以使我找起来 在那周围的人 可以得到两方 哎呀 真ов的爱 还有还是这样 当你有这几年 你要传给 每一个人 你要去传给 我 بن histor 圣节才是美丽 树上满豆是绿芽 虽然印尼没有春天 但神还是同在 当下还是歌唱 玩花都陈线开放 真神的爱也是这样 当你有这经典 你要歌唱 想春天里来到 你要去穿你的 朋友们快来 我已得到这喜乐 你得到这喜乐了吗 人为了心靠他 无论你是在何处 我要在山顶盘角 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助的爱 你领导我 我要去穿给人 我想问问在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人举手好吗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 以前我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非常的轻快 我非常的喜欢 就像上礼拜的讲道我们说 我们不要只是自己点火而已 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场现在有很多 有几位朋友 在你的家里面 你要邀请更多的人 一起来跟你来敬拜 因为我们的火聚集起来 会越烧越旺 阿们吗 所以好不好 让我们再唱一次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拍手 我们来唱这首喜乐的诗歌 我们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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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 当你有这经验 你要传给每一个人 你要去传给人 我们说夏天快到了 夏天更是美丽 我们一起唱 我们一起唱 小鸟还是歌唱 小鸟还是歌唱 幻花都呈现太棒 真身的爱也是这样 当你有这经验 当你有这经验 你要传给人 将夏天一来到 你要去传给人 最后一次我们唱快一点 哈利路亚 朋友们 朋友们快快来 我已得到这喜乐 我们一起认识他 得到这个喜乐 可以也能信靠他 无论你是在何处 我要在山顶喊叫 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助你爱 你领导我 我要去传给人 我们最后一次说 我要在山顶喊叫宣言 我要在山顶喊叫 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助你爱 你领导我 我要去传给人 哈利路亚 阿们 让我们一起去传给人 阿们吗 所以好不好 坐下之前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们一起传福音 我们一起传福音 因为神的福音是何等的美好 为什么神的福音那么美好 因为很多祝福真的是我们人的努力 没有办法争取到的 我们再怎么努力 有些祝福都很有限 唯有从天下来的祝福 是无限的 所以今天让我们用最后一首歌 给我们呼求抓 天开了 将你的祝福 祈祷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说 我祝福 leve 我导告等候 报告本后 我渴望祢荣耀降临 彰显祢同在 伸出祢的手 触摸我们 一致彻底 彰显祢同在 纪念祢百姓 恩怠怜悯 拯救万方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祢国度降临 祢之一成全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圣灵江河从天交换 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我祷告等候 祷告等候 我渴望祢荣耀降临 我祷告等候 祷告等候 我渴望祢荣耀降临 当下切祢同在 伸出祢的手 祝福我们 一致彻底 当下祢同在 伸出祢的手 我们一起举手说 我们看见天海了 神荣光照耀 你国度降临 你旨意成千 我们看见天海了 神荣光照耀 神灵江河从天浇灌 燃烧我热情 喂耶 宝宝一起从座位上 再一次站立起来 我们说圣灵火燃烧在我们的当中 圣灵火燃烧 连紧我的圣灵 是最终的释放 能自由地飞翔 圣灵火燃烧 一致很高拥有 像我们的万千 请入圣灵再次说 圣灵火燃烧 圣灵火燃烧 年轻我的生命 圣灵火燃烧 一致很高拥有 一致很高拥有 圣灵火燃烧 是我们的万千 是无声的信念 圣灵火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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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耶 我们最后一次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说 我们看见天开了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你国度降临 你旨意正前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有清醒 神荣光照耀 和宣天教官燃烧我热情 神荣光照耀 忠能观察日照耀 神荣光照耀 和宣天教官燃烧我热情 为耶稣 阿们我们给耶稣掌声 Hallelujah 主啊 我们所有的热情 为耶稣 主啊 我们所有的热情 我们所有的拍照 都贵给耶稣 我们所有的感恩 都贵给耶稣 我们所有 主啊 所有大大的荣耀 都贵给耶稣 主 谢谢你耶稣 哈利路呀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祷告等候你 我们祷告等候你 主啊 我们祷告等候你 我们等候 主啊 你的荣耀降临 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主啊 你来 主啊 彰显你的同在 主啊 触摸我们的心 主啊 你拯救我们 主啊 你拯救这个地方 主啊 你恩来怜悯我们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让今天 主啊 我们真的是 主啊 好好预备我们的心 来聆听你的话语 好让主啊 你的话语 不只是知识 话语而已 可是主啊 真的是我们生命的 灵量 好让我们每一个人 他们的我们抓着一个 这个这个树林的人 是可以强壮 是可以清晰的成长 主谢谢你耶稣 就你来祝福一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感谢敬拜团 还有呢 大家可以请坐 今天呢 真的是 每次轮到 家宴讲道的时候 就有种种问题 曾经我录了三次 有一些人知道 然后呢 可是呢 当然呢 我听到很多安慰的话 你看不出来 讲第三次 仍然火热 热情为耶稣 阿们吗 因为呢 我知道 神也是 每次对我讲话 不能只有一次 一次呢 有时候 我就假装没有听 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OK 好 我开始听听看 那他要讲第三次 第四次 所以你知道吗 耶稣是为我们热情的 阿们吗 他呢 为了拯救我们 为了得着我们 他要讲一百次都没问题 因为 他的心意 就是要来拯救我们 每一个人 阿们 那今天呢 我真的很开心 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 来 分享 今天 在11月份 我们的主题 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题是 恢复爱灵魂的心 OK 那我讲第一页 OK OK 好 没关系 OK 那所以呢 恢复爱灵魂的心 为什么我们需要 恢复爱灵魂的心 我们用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上 就是 11月14号 晚上七点呢 就是有没有看到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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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照片 在上面 The untold story The untold story 就是说 就是 不为人知的故事 就是 关于我的生命的故事 那今天晚上 这个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 大家应该很难想象 其实呢 我以前 从小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可是呢 访问我的人 就是我们的青年牧区 就是我们教会的青年牧区 他访问我的时候 他就说 可是 今天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是非常自卑 我觉得你是一个舞台 我有舞台魅力的人 就是舞台上的人 那我就说 对 就是这样 大家都被骗了 这样子 对 那我要说的是什么 怎么样 神 改变我 怎么样 我看到 从神的眼光 看到我自己 好 让我现在 站在 大家面前 好 让我现在 这个时候 有力量 有 有 有时间 有 有话语 想要对大家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 好几年前 有一些人呢 神恢复了 他的心 爱我的心 好让他 为我祷告 好让杀种 在我的身上 你知道 我有一个学姐 她每一个礼拜 都打电话给我 以前没有手机 我大一的时候 没有手机 打到我的分机 我打到 我接到很烦了 就跟同学说 说我不在 说我不在 大家可能也是这样子 常常对自成传道 对不对 OK 说我不在 假装不要接到 就是这样 爱灵魂的心 为什么怎么样的重要 为什么你的心 爱灵魂的心 你的心 今天要被恢复 因为 你知道吗 有人曾经 他的心被恢复 来爱你 所以你今天呢 有这个责任 传给人 有这个责任 你知道吗 让我们的心 也被恢复 让我们也可以 爱下一个灵魂 Amen吗 让那一个灵魂 因着 我们的心被恢复 他也可以爱 下一个人 福音不是就这样子 传吗 如果没有 主的门徒 因着 神的爱 来激励他们 没有福音 现在我们听不到 福音 如果没有人 真正的坐在 他的可能书面前 电脑面前 来为你的 圣经翻译 我们早就 看不懂 因为西伯来文 谁看得懂 如果 除非你特别学它 可是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 印尼文圣经 中文圣经 英文圣经 任何语言的圣经 就是因为有人 爱灵魂 Amen 所以为什么 这个主题特别的重要 所以呢 今天大家如果有空 如果可以听得懂 印尼话的话 可以看一下 不为人知 Angel的故事 让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神什么样改变我 所以下一页 我们来看到 上个礼拜 至神呢 在他的讲道 为灵魂火热 你知道吗 这个火的三角理论 不是他的理论 这个三角理论呢 本来就是一般的常识 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呢 火呢 要制造这个火 需要有这个三个元素 缺一不可 怎么样的元素呢 第一个就是叫做 热量 一个energy 一个热 所以呢 在这个为灵魂火热的 制成了用 神的热爱来代表 神怎么样爱灵魂 神怎么样不离不弃的爱 来爱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为了有火继续燃烧的话 就需要有怎么样 可以烧的材料 OK 叫做 Fuel或者就是燃料 那这个代表着什么 在这个祭坛上 需要有献祭 对不对 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如果你要赎罪的时候 你要带着牛啊 带着羊啊 一定在那个祭坛上 要有东西 可以被火烧的 那最后一个的是什么 一定要有的是空气 或者oxygen 欧吐 那这个在上个礼拜 这神用圣灵的风 来代表 所以我很喜欢 上个礼拜的一段经文 怎么样 当耶稣已经升到天上的时候 那耶稣就说 你要回到耶路撒冷 等候天父的应许 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所以这个120个门徒 他们就聚集 每一天聚集祷告 等候 可能他们就是唱刚刚那一首歌 我祷告等候 祷告等候 他们就祷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是到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真的来造访他们 他们造访他们 他们就开始讲方言 讲他们 自己不擅长的语言 你看吗 自己不擅长的语言 然后呢 他们说出了神的荣耀 神的作为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个彼得 他只是一位渔夫 可能他的学历并不高 而且呢 他曾经否认耶稣三次 他曾经离开过 他最爱的老师 可是你知道吗 当那个圣灵造访他们的时候 当这个圣灵 再加上他们对神的热爱 他们也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热爱 再加上他们本身说主啊 是的 我们在这里祷告等候你 这三个三角理论成立了 你知道吗 他们一讲到三千人受洗 三千人受洗 神也要一样 这样子的触摸 改变我们的心 阿们吗 阿们吗 所以呢 下一个 所以呢我们来看到 我看到这个三角理论的时候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三角理论 叫做爱情三角理论 这也不是Angel的理论 我们呢 在上那个Better 婚姻课程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课 一定会讲到这个 因为呢 它是非常基本的 意思说什么 这个Standberg这个学家 他是这样子说的 一个婚姻呢 一个完整的爱 必须要有这个三个元素 缺一不可 怎么样的元素呢 第一个就是亲密 亲密呢 就是彼此信任 彼此相爱 彼此来认知 你是我的配偶 我是你的配偶 那不只是这样 第二个呢 需要什么 承诺 承诺就是我们的约定 好不好 我们的约定 我们不只是说 我爱你 你爱我 好 我们既然彼此相爱 我们就一起成家 我们就一起走下去 那第三个是什么 也是缺一不可的 很重要哦 就是热情 热情就是passion 所以呢 你看到配偶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 可是你就是被他吸引 有没有 你没有做什么 你的配偶也被你吸引 志诚呢 他曾经跟我说 他喜欢我 不是因为聪明 不是因为我是研究所毕业什么的 他说因为他觉得我很好笑 OK 可能他好笑的这个魅力 没有在他的身上 所以呢 他很容易被我这个 比较有幽默感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吸引 这也是一种热情 知道吗 所以呢 哪一天我已经不幽默的时候 没有啦 可是呢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 我本身就是幽默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 你们本在身上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对不对 所以才会彼此吸引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三个一定要成立 所以呢 下一页我们套到这个为爱灵魂 为灵魂火热的这个三角里面 我们看到神的热爱 这个是这个亲密 就好像真的是我们要 说主啊 是的 你是我的救主 我爱你 我信任你 神也信任我们 神也爱我们 那第二个 我们不要只是说我爱你 你爱我 所以为什么有受洗 对不对 受洗就是不只是说 主啊我爱你 我也感受到你爱我 那就这样 OK拜拜 Thank you 谢谢 主耶稣谢谢 Thank you Jesus for your love 就这样 没有 可是呢 有一个承诺 好 那我要跟随耶稣 我要一生认识主耶稣 这是承诺 这是我们的献祭 那还有呢 不能只有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火就不成立了 这三个是什么 passion 我们需要圣灵的风 每一天帮助我们 在读圣经的时候 让我们明白 到底神的心意 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 Amen OK呢 所以呢 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自己好不好 还记得吗 刚刚三个元素是什么 第一个 亲密 OK 神的热爱 第二个是什么 承诺 承诺就是我们的献祭 OK 第三个是什么 passion 哇 热情 就是圣灵的风 请大家 从一到十 自己在你们的职上 自己 来来来 自己来算 OK 你觉得你跟神的这个亲密的程度几分 你觉得你现在的愿意奉献愿意献祭愿意被神使用的心态是多少 然后最后一个你觉得你可慕圣灵怎么样大大的充满你你的可慕是几分 那我来告诉大家 那我来告诉大家我的三角形 OK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三角形呢 就是你们看到的在荧幕上 我的三角形 不是完美的三角形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呢 我觉得我在承诺方面 因为我这个人很有责任感 太有责任感了 有时候 太有责任感了 所以呢 可是呢我发现特别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 我有跟我的小组人分享 无论是温献 无论是在我的主日小组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 有一点小小的忧郁 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会自己在那边哭泣 人家会觉得 Angel 你干嘛 你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耶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对牧羊 我对羊群 已经有一种失落 你说失望也好 感觉走不下去也好 所以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的passion 真的很低 我的passion 我的那个热情 真的很低 我也是不太想要再求 生灵啊 充满我 让我可以爱灵魂 我已经不太想要这样子祷告了 然后呢 我跟什么的关系 也是就变成一个 OK 好 我还是读圣经 我还是分享 我还是服侍 可是呢 OK 可能都是比较多是因为承诺 这是我的三角形 那你们的三角形呢 所以呢 为什么 今天的主题 我给大家题目叫做 Stay on fire 跟我一起说 Stay on fire Stay on fire 跟我一起说 保持火热 保持火热 这个讲到 不是因为 我已经Stay on fire 我要说 我的三角形 常常不完美 我的三角形 常常不完美 我常常 做这个祷告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可以保持 对你的火热 Amen吗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 一位先知 刚好就是今天 我们会读到的故事的记载 叫做约拿先知 我们是不是今天 要来学习 他的三角形 是什么样的三角形 他是不是完美的三角形 先知不是都这样子吗 是不是这个圣经故事 是不是他的三角形 都是完美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约拿先知是谁呢 约拿先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很简单的介绍 在第一章的 第一到第三A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一二三 耶和华的话 临到亚米泰的儿子 约拿说 你起来 往尼米为大臣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 打到我面前 约拿却起来 逃往他失去 躲避 耶和华 所以呢 这个约拿呢 他领受了一个吩咐 我问你们 耶利米先知 以西节先知 以赛亚先知 阿摩斯先知 当耶和华的话 领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马上说 来我跟你们说 对不对 可是这个约拿不一样 约拿不一样 他一听到 他就马上怎么样 去逃避 赶快逃 他不想要去 尼尼维 为什么 他不想要去尼尼维 因为呢 尼尼维 就是 以色列的 敌人 因为尼尼维就是 那个时候 亚树国家的 大城市 所以呢 约拿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去 OK 可是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故事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个约拿怎么样 他就坐船 哈 尼尼维往那边 我就是要往这边 主啊 你要我这样子做 我就是要这么做 我就是不要顺服你 约拿的第一章 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然而耶和华 使海中起大风 海就狂风大作 甚至船几乎破坏 我问你们 OK 当他上了船之后 发生怎么样 哇 快要海啸了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都 紧张 紧张 然后他们说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突然 这个有大王大老 你知道吗 那一般的船长随手 他们会也是会看嘛 会看一下天气嘛 如果天气不好 那我们就不要上船 他们可能是不知道的 只是一上船 那个约拿 一上船之后 就马上 你知道吗 可是呢 约拿 我问你们 他们在做 他在做什么 他在睡觉 他在睡觉 所以这些人 看不下去 就说 你是谁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还能睡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 约拿 怎么介绍他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章的第九节 一二三 他说 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那创造 长海寒地 至天上的神 他既然说 他敬畏耶和华 如果呢 我们现在 你说 我敬畏耶和华 可是你就 都不来教会 都不参加聚会 我们可以说 你 你是骗谁 你为什么 这样子说 你知道吗 他离开了 神的呼召 他离开了 神的吩咐 可是他还可以说 我敬畏的 就是耶和华 所以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人 约拿当时呢 他相信有神 可是他不愿意 顺服神 他嘴巴里面 敬拜神 可是他不愿意 明白神 真正的信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猜测一下 他的三角形 大概是怎么样子 他的三角形 承诺 就真的是没有承诺 他不愿意 他从那个祭坛上 跑掉了 对不对 你说他有热情吗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你说 他跟神还有关系吗 还有一点点 因为为什么 他还是 跟那些人说 我是敬畏谁 耶和华 对不对 那我问你们 只有一个元素 成立吗 那个火 不成立 如果在这个 爱情三角理论 这个只是叫做 liking 只是喜欢 只是普通的朋友 我跟你好朋友 你喜欢听我的故事 我喜欢听你的故事 就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承诺 我们也没有热情 就这样子 所以呢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 当 我们知道 约拿的 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先读好不好 一二三 他们 后来跟他的这些 他不认识的人 他被强迫传福音 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时候 他反而说 你知道吗 其实神要我去 宁宁为神 神要来帮助他们 悔改等等等等等等 后来那个人说 那怎么办 那现在怎么办 你赶快跟你的神祷告啊 你还等什么 你还在那边睡着 后来呢 约拿说 好吧 你们就把我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Bianne Keroch 就是说 是他造成吗 是他造成的 他说 你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吧 你一丢到海里面 你可以想象吗 然后就马上停 马上停 所以你知道吗 马上停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时候 他的三角大概是怎么样 如果 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说 这个神 真的是跟我开玩笑 真的是 我不想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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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信任这个神了 你说热情 他也没有热情 那他只剩下什么 可能剩下承诺 就说好吧 我知道因为我 让这些人 变成有遇到 危害 所以他愿意 献上他自己 丢到这个海里面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爱 这样子的火 成立吗 不成立 如果在这个爱情的三角理论 这个叫做虚爱 所以你已经跟他 不太想要信任了 你已经跟他 不太想要沟通了 你不用讲热情 你看到他 你就不喜欢他 你只剩下承诺 这样子的爱情 这样子的关系 是很可怜的 那可是呢 是不是我们有时候 也常常如此 好了 我们来看的话 这个有你看到吗 在那个 对不起 有一个三角形 粉红色的 你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 神的爱还是怎么样 满满的爱 满满的爱 神不会因为约拿这样 而缩小他的三角形 下一个 所以你知道吗 常常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也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印尼 我们有身份证 我们身份证上面 会有宗教这一栏 对不对 有没有看过印尼人的 身份证 有阿嘎 有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 只是因为宗教 你是什么教 我是基督教 所以我们可能跟人说 主啊 我为你做很多事情 我为你服事 我为你录三次 有没有开玩笑 我为你 而且不是第一次 你已经第二次了 让我可以讲到三次 怎么会这样 主啊 主啊 可是呢 你跟神没有关系 你对灵魂没有热情 不用讲灵魂 你对自己都没有热情 你对圣经没有热情 你对神的话没有热情 你对小祖没有热情 你知道吗 这只不过 很像法利塞人 他跟神说 主啊 我禁死了 我奉献了 不像那个人 犯罪 都不奉献 开始骂别人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 虚爱 我们接下来看 接下来呢 约纳怎么样 他被丢到海里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们说了 神的三角形是怎么样 是一半吗 没有 是怎么样 是满的 三角形是满的 怎么样的满 在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 吞了约纳 他在鱼腹中 三日三夜 你觉得 这是不是神迹 你有看过 人家可以在 鱼肚里面 三天三夜吗 没事吗 有的话也是 大鱼 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 然后三天三夜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根本就是 不是神的保护 是谁呢 如果不是神的作为 是谁呢 如果不是神的爱 满满的三角形 来爱约纳 是谁呢 你知道吗 约纳知道这一点吗 约纳知道 所以为什么 约纳开始在这个 鱼肚里面 开始向神怎么样 祷告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祷告是什么 他的第一句的 开始的祷告 他是这样子说 我们也是一起 好不好 我们用这个 祷告文来祷告 一二三 我遭遇患难 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抚听我的声音 他真的知道 唯一可以让他 丢到海里面 在大风大浪的时候 没有死掉 唯一就是 耶和华 他知道 谁把他 藏在 这个鱼肚里面 如果不是 耶和华 所以他说 主啊 我遭遇患难的时候 我只能求告你了 主啊 因为我知道 你一定会应允我 你一定会帮助我 你一定会帮助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最后一句的祷告 他最后一句的祷告 是这样子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二三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 除以 耶和华 来跟我一起说 救恩 除以 耶和华 救恩 除以 耶和华 他真的知道 神 既然把它放在 语度里面 唯一可以让他 从这个语度出来 是谁啊 就是耶和华 就是耶和华 你知道吗 神允许我们 进到一个问题的当中 你知道吗 神也会帮助我们 走出来 阿们吗 因为神给我们的试探 在哥林多前书有说 不会超过我们所担当的 可是呢 约纳呢 他最后一句 很有趣 他说什么 主啊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老实说 在这个祷告里面 没有特别的清楚 写说 他到底许了什么愿 大家不就是 常常这样吗 我以前也是耶 以前呢 我不太喜欢物理 可是呢 我们学化学的 还是要有物理化学 所以我曾经呢 跟神说 主啊 如果你让我这个 物理化学 没有被当 没有过 我就这样 这样 有没有 我很记得那一天 我实在是 已经不知道怎么学了 我就主啊 主啊 求你帮助我 那 你在神面前 所许的愿 要不要偿还啊 要 我们来看一下 约纳 有没有真正的 把他许的愿 偿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后来呢 在约纳的第三章 第一节 也是这样子说 耶和华的话 又一次领到约纳 讲一样的话 没有别 你知道吗 属于你的护照 就是属于你的 属于你 你应该要顺服的部分 本来就属于你的 所以呢 这个约纳 再听一次 来 你为我去 逆你为城 好吗 你跟他们说 他们做的 已经打到我的耳边了 已经打到我的面前了 他们一定要悔改 不然我要灭掉 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 约纳有没有去啊 有 约纳有去 所以呢 约纳有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去了之后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情 他在 他去的时候 下夜 他去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三角 好不好 OK 他有没有 有承诺啦 有 OK 满满的承诺 好 我去 那你觉得 他跟神 恢复了完整的关系吗 如果在我看来 还没有 那你说 他的那个热情 有恢复吗 我们来看一下 来决定 为什么 Angel 你会这样子画 可是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三角形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这就是 跟我刚刚的三角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 很像约纳 我真的是 很像约纳 所以呢 后来呢 可是呢 在这个时候 神的三角形 有没有变啊 没有 三角形 还是怎么样 是满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后来呢 他就跟Linni妹说 来 你知道吗 Linni为城 很大 在圣经里面有提到 他为了饶这个城 需要几天 三天 跟我说三天 三天 哇 他就三天 你知道吗 那个地方是很陌生 而且我跟你说 他很讨厌那边的人 因为他是 那是他们的敌人 搞不好 他可以 会被杀 搞不好 他会被丢石头 有可能啊 可是他还是 持守他的承诺 他就走 就说 来你们回改 回改 如果你们看到土 这个土我觉得我很喜欢 怎么样 所有男女老少 连他们的动物 都在进食 悔改 他们就发现 哇 真的 我们的恶 已经达到耶和华的面前 我们赶快 我们赶快 回改 我们赶快 回改 连那个王 连他们的君王都说 主啊 主啊 求你来怜悯我们 不要 主啊 不要把你的怒气 发在我们的身上 你不觉得这个很讽刺吗 我就看到这个越南的故事 我觉得很讽刺 有时候反而是我们 你知道吗 以色列本身的国家 在这个先知的这个书 我们看到 以赛亚怎么讲 以西节怎么讲 耶利米怎么讲 他们就是不悔改 就是一定要落到 被怎么样 被掳到巴比伦为止 可是呢 逆逆为神怎么样 他们真的悔改了 所以我问你们 约纳的任务有没有完成啊 有 我们 我们真的是 如果有约纳 我们一定要给他拍手 哇 真的 你成功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故事 就照此为止呢 我跟你们说 故事 还没有结束 约纳纪 真正的 重点 不是 只是 尼尼维城的 悔改 虽然那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约纳的反应是什么 当这个尼尼维城 整个城都被恢复了之后 他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这个是约纳 大大不悦 甚至怎么样 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将所说的在 所以 我继续逃亡 他失去 耶和华说 OK 你看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了 你是充满爱的 你知道吗 我看到了那么多先知 他是唯一的先知 因为神的慈爱而发怒 OK 你们 知道吗 其他人一厘米都哭 主啊 你的慈爱 谢谢你的慈爱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是感恩都来不及 流泪的 可是呢 他既然是生气 既然是生气 我们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时候 他生气了之后 他的三脚变怎么样 变小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意 他的承诺 如果神说 来 你再去一次 有没有 盖教会 你觉得他想去吗 不想去 够了 我已经去了三天 主啊 OK 那你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呢 他就开始怎么样 就觉得 OK 对啊 我知道 OK 我知道你是充满怜悯 充满爱 OK 你后悔了 OK我知道 我知道 就这样子 他没有感受到神真正的心 那你不用讲热情 这更不用 求圣灵充满 更不可能 可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 神的三脚形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是满的 Angel你怎么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第四章的第九节呢 我们来看到约纳 我们先读好吧 我们先读 一二三 神对约纳说 你因这颗壁马 发怒 何乎里吗 他说 我发怒 以至于是 都何乎里 到底发生怎么样 你知道吗 他生气了之后呢 他就赶快 离开那个宁尾城 他就走在那边 他就一直看 到底这个城市 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心里里面 就说你看吧 你看吧 你又后悔了吧 你就后悔了吧 然后后来呢 那时候夏天 很炎热 所以那神呢 为了他 来弄那个 你们有看到那个一棵什么 叫做里马树 这个很难念 比马树 如果印尼花 连我都不知道 反正呢 比马树 突然哦 突然长出来 哇 他看到这个树 很生气的 长在他面前 然后呢 让他没有那么热 他很开心 圣经里面有提到 他很喜乐 他很开心 哇 开心 可是呢 到下午的时候 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神怎么样 让这一棵树 枯干 死掉了 枯干的那一棵 约娜 生气了 这个 这个仙子很爱生气 所以呢 神就跟他说 你因为这一棵树 你这样子生气 你觉得合理吗 他就很生气的说 就算我生气到死 合理好吗 合理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页 这个就是约娜的最后两节经文 是耶和华的话 我相信 也是要对我们今天巴弗的每一个人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 这笔马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匿名为大臣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深处 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岂能不爱惜呢 你知道吗 约娜 那个时候的她 她觉得怎么样 这一棵树比较重要 那个十二万你以为我的那个敌人 我不喜欢的那个人不重要 可是呢 耶和华的爱 并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不是在你的control里面 你以为你的生意 就是你的一手包办吗 你以为 你的身体健康 就是因为你努力 没错 我们应该努力 我也是努力保护身体 可是就是这样子吗 如果连我们 这一些很暂时的事情 都爱惜 那何况神 对这个永恒的救恩 他对每一个人 到底有没有永恒的这个救恩 他更加更加的爱惜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怎么样保持火热 我跟你们说 约娜呢 是不是我们跟约娜一样 我们的那个三角形 怎么样 永远变来变去 对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跟我一样 包含我刚话给大家 那个不是我这五年在印尼 就这样的状态没有 有时候呢 哇 我跟神的关系 哇 我相信神 我信任神 主啊 我爱你 我也感受到神的爱 哇 那个intimacy 那个亲密很高 可是可能呢 神说 好 那angel 你来关心这个人 你来打电话给他 我就会说 主啊 你知道那个人 不喜欢我 我打电话给他 我为阿他 以赌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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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觉得他不喜欢我 我们不想要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三角形 一直都是怎么样 变来变去 所以怎么样可以保持火热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先知道 神的爱 对我们的爱 是满满的 跟我说 神对我们的爱 是满满的三角形 神对我们的爱 是满满的三角形 请你们记住 无论你现在的三角形 是怎么样的形状 你可以在你的 那个三角形的旁边 可不可以 也画另外一个三角形 你把它涂满 那就是神的爱 你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Angel 我根本不用讲三角形 我连三角都不成立 我可能只有一条线 我可能只有两条线 根本就没办法 变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 可是你知道吗 你要记得 你还是一样仍然画 那个完整的三角形 那就是神对你的爱 Amen吗 天父爸爸 因为爱我们 甚至怎么样 将他的独生子 为我们死 好让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 可以得到永生 他不是只有说 他真的 他的独生子 就降下 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 所以呢 这个commitment 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主耶稣的献祭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而且呢不止如此 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这样子吗 没有 圣灵的风 圣灵的风 圣灵的恩高 到如今 陪伴我们 Amen吗 所以呢 请你们记得 无论你们现在在怎么样的状况 你正在火热吗 哇你的火热是100度吗 你的火热是400度吗 还是你的火热可能是30度 可能是15度 你知道吗 神对你仍然是保持火热的 所以怎么样可以保持火热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123 我要知道 并经历 神的爱 是永远不变 你知道吗 约纳记 在圣经里面的目的 在圣经里面的目的 不是为了 告诉你说 为了爱灵魂的人 传福音的人 一定要完美的三角形 我跟你说 连约纳 常常生气的人 都不合理生气的人 连他 神仍然使用他 你知道吗 如果我是神的话 看到这个尼尼尾 他是亚述国家的城市 我为什么要救他 亚述是后来是攻打 以色列的国家呢 在历史上都这样子记载 我为什么要救尼尼尾 你既然杀害我的百姓 你既然攻打我的百姓 我把你整个灭掉 可是为什么 神要救你 你为了 而且 约纳 逃离了 逃离了 如果我是上帝 你离开了 对不对 OK 没关系 你就死在海里面吧 我选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吗 神的救恩的计划 还是会继续进行 可是呢 你是不是在其中 你愿不愿意 参加在其中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我可以写出来任何的人 我的以前的牧师 我的老师 我的学姐 我的小组长 妈呀 怎么样帮助我认识耶稣 你知道吗 你可以到如今 不是因为你自己 可是神呢 鼓励了好多个约纳 搞不好那个约纳也不喜欢你 搞不好那个约纳也其实不是很爱你的 搞不好那个约纳 可能也不是很想要跟你传福音 可是因为他的心被恢复了 让他可以爱你 像我一样 我看到羊群有时候 太顽皮了 我实在是很想要 你去别的牧羊人好了 不要再找我了 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发怒 我觉得是合理的发怒 主啊 他一直拒绝我 我为什么要继续关心他 我是谁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神恢复爱灵魂的心 我们早就没办法走下去 所以呢下一个 怎么样可以保持火热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火热的三角变来变去 神仍然不放弃要恢复我 无论你三角形象是怎么样的状况 神不会放弃 神不会放弃他想办法要恢复你 除非你自己一直逃离 你自己一直刚硬 你自己一直拒绝神 否则 神会想尽办法 想要柔软你身心 因为他要爱你 他要祝福你 他要真的是跟你在一起 最后一点 怎么样可以保持火热 如果我们经历神 那完美无缺的爱 不爱灵魂才是不合理的 阿们吗 如果你真的知道 主啊 谢谢你 你爱我 你知道吗 神可以就这样子 让我继续的自卑 可是神 为什么 神恢复我 让我可以有自信 神恢复我 让怎么样 我可以爱我自己的外表 爱我的声音 爱我这个人 爱我的软弱 承认我的软弱 为什么 因为神要跟我说 Angel 我要使用你 因为透过你的生命 有很多人要被祝福 一样 神也是对你这样子说 我可能没办法一个一个提名 可是神要对你们说 你知道吗 当你经历神那个完美无缺的爱 你不爱灵魂 才是不合理的 那一棵树 活死 活死 你发怒 那是不合理的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你种的 根本就不是你种的 可是你知道吗 所有的灵魂 都是神创造的 在他们的里面 有神的气息 神爱你 神爱你 无论你现在爱不爱他 无论你现在你觉得 Angel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神的三角形还是满的 神还是会想办法 让你可以经历 他那个无实 无缺的爱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把我们的手 放在我们的心上 主 谢谢你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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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完美 无缺的爱 现在充满我们 主啊 我们是谁 主啊 你怎么样的 顾念我们 主啊 我们是谁 主啊 你怎么样 主啊 来拆配好多个人 来为我们祷告 主啊 我们到底是谁 主啊 有很多人到如今还是继续的关心我们 主啊 我们是谁 好让主啊 我们在这个时刻 还是有人 愿意听我们说 主啊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 主啊 爱变冷淡了 爱渐渐冷淡了 可是主啊 我们知道有一个爱是永远不冷淡 我们知道有一个爱永远那个三角形都是满的 主啊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主啊 你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 主谢谢耶稣 主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 主啊 求神帮助我们再次经历神完美的爱 因为那是唯一的可以保持火热 我倒是可以跟你们说 你们一定要读圣经啊 你们一定要多听诗歌啊 你们一定要参与服事啊 我可以讲有很多个点 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自己保持火热 可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只有一个 神永远不会放弃你 神永远不会放弃你 你为什么可以保持火热 因为当你知道有一个神 有一位神永远不放弃你 让你可以有对他 对灵魂有火热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好不好 哈利路亚 主谢谢耶稣 主我们来祷告 主让今天绝世 主让你那个完美无缺的爱 主让你那个火热来充满我们 主让你怎么样施受承诺 主让你因为已经跟我们立约了 主让你说你要用 主要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主要所以今天主我们说 主我们也要学习 主要求你的爱来更多的充满我们 主让你的火焰主要来燃烧我们 主要你的火焰来燃烧我们 主要圣灵火燃烧我们 炼进我们的生命 主要就像月娜一样 主要你这个故事没有停留在 你你为成悔改 这个故事没有停留在 你你为成主要被你翻转 可是主要因为在爱灵魂的过程 你要的是恢复我们生命 主要你要恢复 主要月娜的生命 你要恢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主谢谢你 说你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抓更多的生命来燃烧我们 主谢谢你 谢谢你 主要谢谢你 我们最后 好吧 我们用这一首歌 我们说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龙光照耀 神龙光照耀 你国度降临 你旨意成见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龙光照耀 神龙江河 从天交关 燃热 我热情 为耶稣 阿们 有一个理由 我们不想要爱那个人 我们不想要支持那个人 我们不想要去去听那个人 可是主啊 你要恢复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用你的爱来爱他们 谢谢耶稣 祝我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让我们这两天 来读月那季的时候 我们更深 更深的经历 你那完美无缺的爱 谢谢耶稣 奉主耶稣的命导 跟我们一起说 阿们 阿里路亚 阿们 阿里路亚 我们把最大的掌声荣 祝我们要归给耶稣 也谢谢佳燕今天 真的是很棒的分享 其实我们在家里 预备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 很深的体会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三角形很好 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真的是 这个三角形 常常是变大变小 常常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相信 真的像今天讲到的主题 不管我们的三角形 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相信 我们主对我们的爱 永远是满的 阿们 所以我相信 今天为什么 我们要回应 我们的主的爱 因为当我们真的 认识祂的爱 经历祂的爱 其实回应主的爱 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爱灵魂 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鼓励大家 其实约拿的三角形 到很小的时候 神还使用它 不管你现在的 生命状况怎么样 神都要使用你 阿们 所以好不好 让我们先用一起 用奉献来回应 我们的神 让我们不管 用什么样的方式奉献 不管用转账的 不管是用 这个 All for God Pay的奉献 或者是我们 这个月开始 今天开始 我们有一个 新的奉献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 BSER的 Banking 就是Mobile Banking 如果你的手机里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话 你可以直接扫这个条码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奉献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虽然我们不完美 主要虽然我们这个三角形 常常变大变小 主要常常生活有很多的事情 包含每次的录影可能有不同的状况 主要但是我们要说 主要虽然我们很有限 主要但是你的工作不被禁止 主要你的工作没有被限制住 主要求你圣灵继续来动工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 用我们的全心全人 还有我们所献上的奉献 我们来回应你的爱 来尊荣你的圣明 主要愿你得超荣耀 也愿这些金钱 能够用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 使更多人能够经历到 这么美好又完整的爱 这样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妹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神 那我们知道 感谢主 我们这个11月14号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每一年11月11号 我们都有一个感恩二手势 我还记得美玲姐上去年 带一个行李箱来买 那我们奉献了很多的东西 这些收益 我们也是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收容所 所以虽然我们今年没有这样的活动 但是鼓励大家 我们继续来奉献 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来继续来支助 这些有需要的孩子们 阿妹吗 那当然 虽然我们今年没有这个感恩二手势 但是有一个是不能少的 就是我们八福华语礼拜 要两岁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虽然我们八福华语小组 至今已经快要五年了 但是我们转型成为八福华语礼拜 到这个11月底 左右是两岁 那我们今年很感恩 我们要在最后一个11月最后一个礼拜六 就是11月28号 我们要一起有一个庆祝 虽然我们大家可能都还是在家里面 但是我相信那天的聚会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们要来庆祝 要来分享一个叫做意外的祝福 这个中文很有趣 虽然意外 这个疫情当中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 阿妹吗 所以鼓励大家 为了让我们大家 不是大家只是一直听我们讲话 我希望也能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感恩 所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当中 我希望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 我们预备了几个问题给他 给大家 我们预备了四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四个问题你都简单的回答好吗 你就自己家里面 老公帮老婆拍 老婆帮老公拍 或者是身边有谁 就请他帮你拍 那记得这个手机拍的时候 用横的 尽量是用横的 这样拍出来画面会比较大 那这四个问题我稍微讲一下 那总长度我们尽量在三分钟以内 那我们会做一些剪辑 那第一就是 今年在小组当中 特别是在你的小组 我们今年 教会整个八幅话语大家庭 我们分五个小组 所以在你的小组当中 你觉得你得到最大的祝福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那第二 今年主怎么使用你去祝福别人 不只是我们得到祝福 今年你觉得神有没有使用你 怎么样去祝福别人 你可以有一点点的分享 那第三 今年我们教会是一个恢复的一年 你怎么经历主 在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恢复你最多 你可以有一点点感恩的分享 那最后 展望新的一年 你渴望如何继续被祝提升 必须那个更新 被祝恢复 那如果这个画面上来不及超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会整理好寄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下礼拜天 比较好寄就是11月22号 1122之前 1122之前 把这个四个问题 录三分钟以内 你就简单的分享你的感恩 那我们28号那天 我们有一些剪辑 我们到时候就一起来看看彼此的分享 Amen 大家期待吗 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录哦 你要录哦 OK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分享神的恩典 Amen 那当然下个礼拜我们一样有八幅的华语礼拜 那我也要强调 感谢主 我们每一个 我们现在什么时候有人有心要受洗 我们都可以安排 那我们非常感恩的 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木道班的过程当中 美玲姐有确定 今年的11月要受洗各路主的名下 Hallelujah 谢谢主 那我们的心愿 我们的安排就是 希望能够在这个华语二周年的 这个两岁这个特别的日子 或许就是那一天 那我们再来做安排 那所以如果有心想要受洗的 欢迎跟我们报名 那如果还没上木道班的 我们会帮你上木道班 OK那最后还有一些 简单的一个报告 就是说我们的读圣经 还有小组 大家都不要忘记 这个是我们要火聚在一起 才会越来越旺 Amen吗 好OK 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好听的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结束 我们一起拍手 Hallelujah 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大地连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大地连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跟你旁边说下一拜见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主啊带着你满满的祝福 我们要继续来面对新的一周 主啊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主啊愿你满满的热爱 更多来充满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 主啊你的榜样 你怎么样牺牲自己 你怎么样顺服的榜样成为我们的生命 也求圣灵的同在圣灵的风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点燃我们生命中的热情 让我们活的是有温度的 活的是有盼望的 谢谢耶稣 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妹 哈利路亚 那我们下礼拜六还是有八部花语礼拜 下下礼拜六就是我们的两周年庆 鼓励大家1122录下你的感恩 OK我们下礼拜六见 拜拜